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掌破开了结界进去了 里面的公鹅方才有结界挡着 没有听见外面的打斗声 此刻见白真进来都很害怕 从前的白色公子 那是六界楷模 人人敬仰 只要是他所到之处 每个人无不投来仰慕和欣赏的眼光 可是这惠儿 他就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眼神里只有杀戮和冷漠 白公子 你怎么来了 让一花滚出来见我 公鹅不敢阻拦 只能一路跟着白真 白真杀尽了叶华的寝宫 叶华见识白真来了 起身跟他做医 叶华 出了事你只会躲在这儿吗 他怎么样了 拜你九重天所赐 我妹妹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连墨渊上神也束手无策 让我去看看他 白真拦在了门边 不让叶华出去 叶华愧对青秋 不仁对白真不敬 叶华 我不管当年小五是什么身份 昆仑虚十七四一也好 东荒俊及山凡人素素也好 还是我青秋女君白浅也罢 你叶华伤害了他 我不会放过你 是我对不起他 你是对不起他 过去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 是你纵容宿井挖了他的眼睛 又在带他回天宫之后 对他不履不才 眼睁睁看着所有人欺负他 直到他失望 绝望 连阿丽都可以设下 不惜跳下朱仙台 与你断绝一切关系 我白真从小到大连骂都不舍得骂一句的妹妹 即便是他错了 我也会护着他的妹妹 到了你九重天 在你太子叶华的心里 竟如此一文不值 你有什么资格伤害他 白真心里恨脱了叶华 他恨不得让叶华去死 害得小五昏迷不醒 又害得阿丽死去的 不正是他的懦弱吗 如果当年他硬气一点勇敢一点 小五何至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 是小五 不说青秋 就算是在别的地方 只要是他报上明慧 也没有人敢对他不敬 你不要以为你是天族太子 我就不敢动你 你动他一下试试 母亲 您怎么来了 赶紧离开 不要让天君看见了 乐虚伸手屈服叶华 叶华自己撑着起来了 白真对整个天族都没有好印象 对乐虚更是如此 叶华 若是我不来 你还想要给白请赔命吗 是孩儿欠了他的 此时孩儿自己处理 我是你的母亲 你让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受伤 叶华身受重伤尚未痊愈 白真也是因为看见他有伤在身 才没有对他动手 叶华从乐虚身后站了出来 走向了白真 乐虚想要靠近 叶华躲开了 白真上神 诉诉他怎么样了 什么症状 伤已经痊愈了 但一直没有醒来 一定是还有什么没有发现的伤 让我看看他吧 他不会想要见到你 今日你有伤在身 我不趁人之威 你赶紧养伤 等你的伤好了 我再来 白真冷漠地看了乐虚一眼 转身出去了 乐虚担心叶华的伤是要去找仙衣 叶华赶紧拦住了他 母亲 不要找仙衣 你的伤这么重 怎么能不让仙衣来看 我的伤我自己最清楚 不严重 没有大碍 母亲您赶紧回去吧 不要被人发现了 乐虚想要留下 被叶华推了出去 公额梦赶紧把乐虚给陪护回去了 叶华看了一眼屋子 硬撑着伤是法事了结界保护奶奶 自己偷偷出去 辗转到了青秋 这惠儿胡弟和胡后出门去了 家里只有米谷和白真二人 米谷又在忙着做饭 白真在外面帮他洗菜 四哥 这些事我自己已经做习惯了 你不用帮我了 回去看见小五昏迷不醒更难过 还不如在这儿帮你 四哥 你也别太担心了 姑姑的伤不是都好了吗 我相信他一定很快就能醒过来的 但愿如此 叶华凭着直觉找到了白浅的屋子 看见日夜思念的人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纵然是冷静的叶华 也忍不住流泪了 叶华过去蹲在了床边 伸手握住了白浅的手 素素对不起 我来看你了 叶华心童的握着白浅的手 看着他苍白的脸色 对不起 我没有救下阿黎 没有阻止素己伤害十六世帝 过去你所有需要我的时候 我全都不在 那个时候我太在意天族的利益 也因为自己是天族太子 而不愿意让天君失望 直到你和阿黎出世 我才明白自己到底错得有多离谱 没有了你们 就算是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生命和秀为 对我来说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素素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你现在躺在这儿 要怎么能报仇 素素 现在阿黎回不来了 他已经魂飞魄散 即便是父神在世也无力回天 我不想你的心里 全都是痛苦的记忆 以后所有的一切 就让我一个人记着吧 烟花生生掏出了自己的心 增下了一大半 把剩下的小半留给了自己 若不是他修为高深 此番操作怕是还没有取下心来 就冥丧九泉了 烟花知道 白浅之所以醒不来 是因为他的心太痛苦 阿黎死的时候 他的心也跟着死了 不是所谓的心痛 而是真正的死了 停止了继续跳动 所以即便是白浅修复了所有的伤 也无法醒来 烟花把自己的大半颗心 炼成了药丸味给了白浅 再过一日 白浅就能醒来了 待他醒来的时候 他会彻底的忘了阿黎 忘了所有过去的记忆 包括他 烟花看着白浅流泪 门外 白浅做好饭过来 看见烟花蹲在那 生气的过去推开了他 你还来做什么 我 只是想要来看看他 你出去 这儿不用你 烟花跪在了白浅面前 不是像平时请安坐衣 抑或是拜见长辈的半跪 而是双膝跪地 跪在了白浅面前 白浅上神 说我对不起素素 能不能请你再给我一个时辰的时间 让我在这里最后再看看他 白浅明白 烟花的心里或许是真的有妹妹的 否则过去那么威风凛冽的太子 也不会千里迢迢 受着重伤来清救了 妹妹当年的也是爱他的吧 不然一定不会剩下阿里 罢了罢了 只是让他看看 想看就看吧 白浅来得晚了一步 没有看见烟花 包开自己的心来就白浅 若是他看见了 必然不会对烟花这个态度 白浅出去了 明古把端来的饭菜给了烟花 烟花没有接 他转身放在了桌子上 太子殿下 这儿有吃的 若是你饿了 可以吃一点 那你在这儿陪姑姑 我先出去了 烟花去门口折了些桃花 又回到了狐狸洞 他坐在床边的地上边花环 烟花一边边花环一边回忆 和白浅在东荒郡吉山的日子 那里的日子 是他们所有回忆里尽有的美好 烟花 你在做什么 保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么多桃花 我已经猜到了 你一定是要给我做桃花粥吧 想吃桃花粥了 只要是你做的 什么我都爱吃 你去玩惠儿 等惠儿我做好了叫你 好 那我去河边打点水过来浇花 注意安全 慢一点 知道了 速速打完水回来 夜华的花环也编好了 她藏在了花树上 速速去浇花的时候 一抬头就看见了 速速开心地放下水壶 取下了树上的花环 回头冲夜华挥手 夜华 这是你做的吗 我帮你戴上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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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